嗨 大家好 我們又到東京了 這一次是秀卿之旅 跟家人一起來 這個主題是 我們心目中的五大日本必吃美食 因為我覺得就是我發現說 好像大家來日本通常都會吃 比如說拉麵啊 回准壽司啊 竹地 我要去竹地 對 然後炸豬排啊 就是這種比較平民美食 我可以吃松烏嗎 對 就是這樣子 我們心目中有一個名單 有五大必吃 其實我發現大家好像來日本 不一定會想到願意吃的美食 舉例來說 吃馬肉 不是 不是這種特別 舉例來說 在台灣最近很流行吃無菜單料理 就是那種比較 壽司啊 板前壽司啊 那種很貴的啊 又難訂 然後又貴 但是大家來日本 不會吃這種東西耶 就好像大家來日本 就會吃一些比較平價的美食 在台灣有義蘭 但來這邊也要吃義蘭 這樣子 這樣子的狀況 然後我想說 其實反而來這邊吃一些 可以體驗所謂的料理職人精神的料理 要來拍這個東西 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完這影片 然後想說 那我也可以訂一些 這些種類的料理 而且我要強調是說 不是一定要吃我推薦的那一家才好吃 比如說壽司 我就會每次都選一家壽司 就是高級的壽司來吃 因為真的是比台灣便宜很多耶 然後好吃很多耶 那個性價比 而且不用排隊 可能台灣要排一年才排得到 這邊可能排一個禮拜 你就可以吃到很厲害的東西 好 我們就 就這樣開始吧 我們來日本必吃的美食 推薦第一名是 天婦羅 每次來日本都一定會吃的東西 主要的原因有 第一個是 炸的原來是需要技術的 它是一個很神奇的東西 因為我本身就超愛吃煙酥雞 但是鹹酥雞吃到大概一半的時候 它就會很刮嘴巴很膩嘛 但是日本的天婦羅很厲害的是 它完全不會覺得很油很膩 所以就是一種也不算清爽啊 但可以用這樣形容 所以你吃完其實不會負擔太大 啊 對對對對 然後它那個 然後不會刮嘴巴 麵衣的味道超 然後它的麵衣很 基本上都是很薄 然後不油 然後再來第二個點 也是很重要的一個點就是 因為呢 其實台灣大概也只有一家 然後它很難訂 其實相對的也比較貴 就是那一家已經到了 可能要一年前訂 然後也訂不到 就像我們想吃都訂不到 然後你在這邊吃到的價錢 可能會覺得說好貴 然後但是它那個好吃程度是一樣的 甚至有一些更好的是超過的 因為我們吃過一家是在那個 茶杯肉股上面是第一名的喔 第一名的家叫聲丁 上次我們吃一個人大概四五千台幣 在台灣可能 我記得要將近萬 六到九千到一萬 都有可能 所以CP值真的已經蠻高的 然後今天要吃的這一家叫做天婷 是有一次我們在 已經做隨便在路上走的 然後覺得 欸 這樣看起來不錯 然後我們就去吃了 然後覺得超好吃 然後後來才發現 它在那個 茶杯肉股上面也是 百大名店 對 百名店 滿紅的一家店 原來難怪這麼好吃 然後它的一點好像是三千多左右 CP值算是蠻高的 推薦大家可以來吃吃看 東京必吃推薦第二名就是 おまかせ的壽司 什麼是おまかせ呢? 廚師發瓣交給廚師去幫你去配菜 簡單來說就是無菜單料理的壽司 我們很推薦在日本吃的原因是 在日本 因為畢竟就是原產地 價錢會相較台灣低蠻多的 或者是有同樣的價錢 可以吃到更高級更有創意的料理 就不是說它便宜喔 是說它的相較台灣比較值得吃 然後還有一個大重點就是 你不用一年前預約喔 你不用什麼一輩子吃不到 這邊有超多選擇可以吃 而且網上都預約得到 就像我們等一下去吃的那家 是我大概一個禮拜前才訂的 然後也是有位子的 這家是我在雜誌上看到的 東京十大新名店 然後我們就看一下 那個照片看起來不錯 然後決定來訂一下 等下就會來吃吃看 新找到的這一家餐廳看怎麼樣 目前吃的每一道都超喜歡 台灣這家是比較是廚藝類型的 我們剛吃完壽司了 哇超級好吃耶 他們都會有一些很創意的調味 是在台灣比較吃不到的 然後呢 余碩就給他八個字的總結 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我超愛 就是他們的調味有創意中 又不會被驚嚇到 對就是很多就是有創意中 欸它怎麼這樣搭 但是它這個是 哇它怎麼這樣搭 舉例來說 海膽加上蟹肉 蟹肉的 握壽司 然後外面有一個包的海苔 然後這個我就覺得 欸 其實這些東西都超合理 平常也會吃到 但我在台灣從來沒有吃過這個搭配 配在一起 喔 療癒 然後我覺得 它有一個非常畫龍點睛的地方 是它的T-Pairing 搭配了 五六七八個茶吧 都跟壽司非常搭 最驚艷的地方是 它有用到台灣的高山茶 就金鮮跟烏龍兩種茶 我在台灣吃其實蠻多壽司的 基本上沒有遇過 配台灣高山茶的 然後竟然在日本吃到 然後配起來 超級搭 我們吃下來覺得說 哇還好有點那個T-Pairing 我覺得蠻推薦大家來吃 但是小小提醒大家 因為這家的 這家小吃它的醋飯 很多不同的等級的酸度 因為它會配合那個它的肉 味道比較重的魚肉 它就是會用比較酸的醋飯 對台灣人來說 會稍微有一些偏酸 清淡的魚肉材料的時候 就不會用這麼種的 我覺得很酷 真的很酷 這餐吃下來 大概是一個人七千左右 就是你在台灣的價錢 大家其實知道 對 還是要強調的是說 在這邊可以用相同價錢 甚至比台灣低的價錢 不用什麼一年前定位 就可以吃到非常高級的食材 跟調味跟創意 所以非常推薦大家來日本吃 おまかせ 日本美食推薦的第三名 就是燒肉 因為台灣大致上吃習慣的 那個燒肉還是日系燒肉 就是和牛啊 然後那個醬啊 然後那個醬啊 當然你一定是要到它的發源地來試試看 而且 還是最正統 對然後它的食材跟調味 對還是會有些微的不一樣 台灣人還是差一點這樣子 嗯 然後還有一個大重點 價錢 台灣最近吃 我們常常兩個人吃 都要貨丸 可能是因為和牛所以貴 但是 像這邊最頂級的一個人 也差不多 三四千就已經可以吃到醜飽 就很頂了 對對對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去吃的是 油肉肉 對 在那個 台北肉湖上面 東京排名 好像是第一名的 上次 我們已經吃過了 牛肉肉 然後這次想說來吃油肉肉 然後這兩家都不是台灣人的巨愛 然後真的很好吃的 然後各有特色 這個是生牛肉的食物 牛 豬肉 跟牛肉 後期牛肉 超期待 下多布梁跟沙朗 看起來超級好吃 超期待 下多布梁 超嫩 嫩到爆 我要 壽起椒醬 然後加上鬆鴨 吃鹽巴桑的食鹽 最後一道是剉冰 我們吃完這一餐了 這餐超級好吃 松露套餐 大概是一萬三五左右 一個人 整體吃完超級飽 然後 來說這家的大優點 他的每一個女店員都這樣 巨可拍 我們真的覺得他們那個店員 有特別挑過 超級美 每個都 噢 可啦 不是啦 他們不是重提 套餐搭配的很好 然後就有瘦的有肥的 但有一些店的套餐 其實不是每一道我都滿喜歡的 然後 這家套餐我基本上都滿喜歡的 他的 有一個叫杏形的 是比較瘦的部位 超級嫩 有些地方都是會乾的 他這家一點都不乾 還有下多布梁 也是 嫩到爆 我最喜歡的 我最喜歡的是牛舌 牛舌因為台灣沒有辦法吃到 這麼厚 而且這麼新鮮 沒有任何的牛味吧 最喜歡的是他們店員 然後 這一家稍微甜一點 他的醬汁都比 之前我們吃過另外一家叫做 Kushikoro的比他更甜 所以 如果你跟我一樣 甜是ok的話 那你就可以 來試試看這一家 那如果你很怕很甜 那我媽就是超怕 他剛剛就說他不要夾醬 他就很多他都不沾醬 那你就可以選 Kushikoro 如果你想要他們的笑容很甜 你也可以來這家 欸真的有挑過 真的有挑過 我期待一下 東京必吃美食的第四名就是 受洗燒 日本的受洗燒 不像台灣那種吃藥寶 然後狂亂加進去 是一種整個很日式的體驗 就是一種很好很高級的肉 然後有那個專員幫你服務 就通常是穿著和服的歐巴桑 來幫你服務 然後會在那種小小的屋子裡 很日式的包廂 然後他們也包廂 吃下來感覺非常療癒 很日本的感覺 不只是吃氛圍跟服務 也可以吃到真的頂級的肉 對對對 今天要吃的這家叫做 玉山 看起來好厲害 這邊看起來很可愛 好可愛喔 今天的受洗燒 看起來也太厲害 我們吃完這一餐了 我真的滿喜歡日本的受洗燒 就是不一定是要吃這一家 我覺得每一家吃起來都很很有水準 肉真的很好 台灣比較少吃到枸杞的受洗燒 就是日本傳統的受洗燒 基本上都是在這種 像是田辣米的那種包廂裡面吃的 然後整個日本的氛圍 就是不同的肉去選擇你的套餐的價位 對 然後說受洗燒醬汁比較大個小異 但是這邊的醬汁就是 我覺得不會到超甜 服務就是那種日式阿姨 那種 那種 我覺得這個超難講的 有一些會很慈祥 有一些會像是嚴厲的老婆一樣 反正我覺得就是一個超級棒的日式體驗 來日本然後你比較想要體驗一個傳統感 受洗燒很推薦 精緻感就給它加加加這樣 一直往上疊的 然後整餐吃起來也很舒服 如果你是小鳥味的話 你晚餐吃是OK 但如果你是跟我們一樣 就是比較走一個大石怪路線 我覺得中午吃起來會比較舒服 就因為它大概就是三四片肉 然後你就不用再加點 然後中午吃差不多了 然後就是吃個七八分薄 你等一下還可以再去喝咖啡 那如果晚餐吃的話 一開始我們會稍微比較不習慣 因為你覺得 沒了 你是安排晚上吃的話 你就可以再追加一些肉 然後也會有飯 對對對 每一家的特色小菜不一樣 有些是那種青子丼上面的那個蛋桿子 然後鋪在飯上 像這家是給你買飯 有些是會把那個飯跟蛋炒在一起炒飯類的 每一家不太一樣 然後推薦大家去吃吃看 來到最後的第五名美食推薦是 鐵板燒 喔 日本的鐵板燒 不是那種台灣那種醬汁一堆的那種 不是香蒜牛肉那種的 不是那種 是像牛排感覺的小小的肉 然後我很喜歡吃他們的沙朗 為什麼 因為台灣聽起來很像沙朗 不是一個特別高級的地方 台灣就是要吃牛小排 對 但這邊的沙朗 就會有一種油滋滋的感覺 然後很好吃 溫馨提醒 這裡的鐵板燒不會附飯跟湯喔 溫馨提醒 這裡的鐵板燒 分量也沒說太多 但就是好吃 就其實有一點不知道要怎麼介紹這個東西 但我們個人都覺得不錯 然後等一下再來訪問一下我的家人 看他們覺得這個東西值不值得吃 這一家的前菜很多 每次來是吃得飽 這一道是烏力果凍 下一道是鯛魚 讚 下一道龍蝦 一人一隻 超肥 加點了一個豪華海膽壽司 我可以看 吃了這麼多道主菜 終於來了 我點的是沙朗 日本的沙朗 都是最便宜的 但口味對我來說都是最好吃的 最後上了大扇炒飯 和一碗龍蝦米壽湯 大家都飽了 拜託 沒完沒了的餐點 超級多 這樣總共大概 一萬二到一萬五 玉璧 超級划算 OK 我們剛剛吃完這一餐 來訪問一下 我弟 這一餐的感想 這很不錯 欸 欸 阿娃開始講了對不對 講話 阿娃 這個人很難訪問喔 高CP值 這個有飽嗎 有 剛剛那個龍蝦的份量是大概多少 一整隻 然後加上半隻 那個肉切下去大概是 不用濕力這樣 它會自己滑開 最驚豔的是哪一道菜 我覺得是那個沙朗牛 喔 最便宜的沙朗牛 竟然是我們覺得全部的牛裡面最好吃 入口即化 你會想要再嘗試 鐵板燒到嗎在日本 不會 太貴 我覺得更有頭缺 但是我沒有想過就是 因為在日本吃到這樣子 就是份量是這樣足夠 然後到最後的那個炒飯也是很好吃的 OK 就是 我真的很愛那炒飯 挑戰成功 挑戰成功 好 推薦推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選的五大必吃美食 我覺得這是通用所有的城市 不一定說你要在東京 你在大阪啊 在京都啊 福岡什麼 其實一定都有這五大美食 應該也一定也有啦 不一定說你要吃高單價的 因為比較中價位的啊 比如說以台幣來說 可能一兩千的也有啊 三四千也有 五六千也有 七八千也有 那你不一定要說 好像一定要吃到最頂級的 然後每一種價位的都會有 我覺得相較台灣CP值會高很多 下次來日本的時候 也都可以去嘗試一下這些 或者是你們有什麼推薦你們自己心目中 必吃的美食項目也可以留言給我 好的那希望大家都喜歡 拜拜下次見 拜拜